好 接著我們來關心北約峰會前俄羅斯總統普丁 為到訪的印度總理莫迪舉辦了這一場國宴 這時候兩人在會面的時候非常的親密 我們來看到他們做了什麼 擁抱了一下之後 7月8號這一天應二首腦直接會面的時候 普丁直接我們看他就這樣子開著他的越野車 載著莫迪兜兜風繞場一整周展示他的馬舅 畫面上這樣看到一系列的活動 俄羅斯的官媒報導說 普丁說他非常的高興見到他親愛的朋友 而另一方面我們來看到莫迪 他也不忘了在社群平台X上面貼文寫道說 期待進一步能夠深化我們兩國之間 特殊特有的戰略夥伴關係 好 我們可以看到這次俄羅斯戰爭爆發之後 印度總理莫迪首次的訪問俄羅斯 也是北約峰會前夕 我們看到莫迪訪問俄羅斯 到底莫迪他在向美國傳達什麼樣的政治訊號 我們來做解讀 請林老師幫我們看 OK 我記得在之前的話 我們在這節目裡面才講到說 哇 這好像金磚峰會還是什麼 印度並沒有派人去啦 或等等的很多的一個討論 可是其實我們現在就可以看到 對印度來說的話 這種大拜拜的一個大堆頭的活動 他並不參加 他反而這一次直接去跟苦丁來面對面 去做一個交流 去做一個拜會 去做一個訪問 所以其實今天的話 我們可以去看到 對於今天印度來說的話 他一直以來 他都非常的重視俄羅斯這一個盟國 這個國家 因為其實對他來講的話 我們先不說什麼遠交進攻 中間中國等等這些因素 我們就從一個武器的角度來看 其實就現在來看的話 印度他還是有非常多的武器 是來自於俄羅斯的 甚至是在於他的一些相關的 能源的一個進口等等的這一些 都會去象徵現在的一個印度跟 他是非常會需要俄羅斯 這邊的一個互相的一個協助 那對於現在的一個俄羅斯來說的話 如果他能夠這一次去跟印度 有更多的互動的話 倒不是說今天印度是要去對付美國 在向美國傳遞訊息 我們應該反過來看的是 今天的普丁可以從這一次的會談裡面 更加的去對北約峰會 會有更多的一個抗衡的一個效果 我還有朋友 因為在這樣子的 一個是他有朋友 再來一個就是說 反正你這一次拜登去 會不會也是畢業旅行 或是怎麼樣的一個活動 那對於我普丁來說 我現在並不是國際上孤立無援 甚至是今天的這一個印度 他在國際上的一個地位 已經不是過去70年代80年代 那時候的一個印度 所以其實從這邊來看的話 這一邊除了我們要去看俄羅斯的 一個態度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對這一個莫迪來說 對於莫迪來講 對印度來說的話 他除了去僱住俄羅斯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常說 他這一次第三任期 第三任期上來之後 他更可以去大膽的去做他自己 為什麼我會說做自己呢 就是他可以去保持住 過去一貫以來 印度的外交跟美國之外 也要去拉攏 或者是跟俄羅斯的一個互動 去達成一個 他在各個強權之間的一個平衡的角色 這個也是印度一直以來 他走的一個外交戰略 印度不選邊站的一個外交策略 那除了在外交上面 展現他的俄羅斯的友好 經貿上面剛剛尹佑老師也補充到了 就是從這邊拿到了武器跟石油的部分 我們先來看到石油 印度四成的石油 確實現在都是來自俄羅斯 而且雙邊的貿易額現在不斷的提高 光是2023、2024年雙邊貿易額就650億美元 印度從俄羅斯進口額600多億 印度對俄國出口額40億美元 那俄方也認為說金流現在是彼此之間 還是需要處理的一個貿易障礙 所以俄羅斯的第二大銀行 VTB銀行執行長他就說 接下來我們雙方就要 就這個問題來做積極的對話 我們看到他們做生意 在談說怎麼樣付款 是否也代表說本幣交易 印二之間的本幣交易要來擴大 也要去美元嗎 雙方這次沒有談政治不談安保 也代表亞洲小北約難道正式崩解嗎 委員怎麼解讀 對其實雖然表面上看起來 沒談政治也沒談安保 但是我們所看到的種種的這些表現 其實也算是政治跟安保議題 某種程度的回應了 就是對於美國這麼強力的在拉攏印度 那外界原本以為這個莫迪一定會暈淘淘的 馬上就倒到了美國的懷抱裡頭 但是顯然莫迪並不是一個省油的燈 莫迪自己在國內已經把他自己塑造成為神了 就造神運動已經成功了 那接下來莫迪並沒有因為美國對他的示好 而忘記了方向 他還是謹記了當時尼赫魯所提出來的 所謂不結盟的原則 因為他知道印度在不結盟的狀況之下 他才能夠左右逢源得到最大的利益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美國要拉攏它 俄羅斯當然也要拉攏它 那麼你說俄羅斯現在跟印度之間在談 相關的交易要用本幣付款 會不會是去美元化的一個過程 當然會 但是大家要了解 去美元化恐怕不是在短暫的幾年之內 就可以去美元化完成的 就整個美元化的過程經過了很長一段時間 從當時的布列頓森林協議 一路推到今天 所以你要重新退回去 這中間有一定的困難 但是在本幣交易如果逐漸擴大 就是很多的這個國家跟國家之間交易 都不透過美元來作為媒介的話 當然就可以降低了美元的使用力 也當然也降低了美元 對於國際金融的影響能力 所以你說對美國的霸權有沒有影響 當然有影響 因為美國的霸權其實某種程度 就是靠美金去綁架全世界的 否則現在美國欠了33兆 眼看著要欠到35兆了 為什麼欠了這麼多錢的國家 大家還要去買它的公債呢 如果就是隨便哪個國家是欠33兆美金 這樣的一個金額的債務的話 這國家早就可能被大家列為是 那個垃圾級債券 那瀕臨破產的國家了 可是美國之所以能夠屹立不搖 就是它大到不能倒啊 它為什麼大到不能倒 因為它倒了全世界就倒了 這是美國專門最擅長幹的一件事 就是它把自己跟全世界的命運綁在一起了 所以大家要一起來幫它承受債務 大家一起要幫它度過難關 美國過去靠美元去玩這種把戲 已經玩了幾十年了 所以太多的教訓跟經驗了 它過去逼著日本在廣島協議 大幅地把日幣升值 逼著德西德來升值 逼著全世界的國家配合它 讓它提升它的生產力 提升它解決它的貿易問題 它過去一貫如此 所以其實你說現階段要在很短的時間內 改變這個狀況 當然不太可能 可是你緩慢地削弱 這個美元在全世界貿易的這個所佔的比重 那麼當然你就是等於降低了 美國在這個全球未來霸權的影響能力 是好我們持續來關心 就在二印的領導人再見面的同時 另外一邊九日的這個北約峰會 在美國華府這邊正式的登場 這次這個開幕日子 美國總統拜登發表北約75週年演講 拜登又在提到有關於俄乌戰爭的事情 他說呢 美國和盟友將在未來數月向烏克蘭提供 好我們畫面上看到武器 五套的戰略還有數十套的戰術防空系統 但是呢他也這個法國總統馬克宏 這個時候竟然突然間像這個媒體爆料說 最反對烏克蘭加入北約的是美國跟德國 好像在後面捅他一刀 好這次特別也要關注到的是四方對話的成員國 美日印澳之當中竟然就日本參加這場峰會 北約峰會 我們來看到拜登這個時候送出防空系統 真的可以挽救 有折倫斯基現在在當地 第一你這種絕望的信心嗎 張靖老師 我想折倫斯基信心感覺非常沮喪 其實原因有很多 但是去送防空飛彈 我倒是要提醒一下在2022年 就是俄乌全面戰爭爆發的初期 大家還記不記得 大家說這個烏克蘭送給它防空飛彈 它是個敗家子 一個晚上就打掉了一大堆 對不對 那個當時就是它的耗用速率 這個讓全世界嚇到 而且不斷受到批評 說你沒有這樣子 裁大欺出 任何一點預警就噼里啪啦這樣亂打 所以那個也讓他們受到很嚴重的誤意 但是整體的氛圍而言的話 我想折倫斯基內心是相當落寞 再加上這個就是拜登的選情 看起來也不太妙 川普呢就一副要壓著他 這個很可能就等於要把他給賣掉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 你這個現在繼續維持他軍援 我想這個就民主黨政府而言 就是希望在這個11月投票之前 千萬不要垮掉 垮掉的話面子這個大師 看來這個現在已經諸多因素 應該是選不贏了 這個時候烏漏偏縫連夜雨 所以無論如何你 這個烏克蘭一定要撐住 但是問題是這個 除非折倫斯基能夠 現在這個流行的叫做 我開車你坐車我們大家是好朋友 所以這個叫做普丁去見金正恩 金正恩開車一起坐 然後這個就是莫迪去 去跪他開車對不對 現在要挽救他這個 逼民絕望的信心 我看只有他跑一趟美國 然後拜登開車 帶他轉一轉會讓他心情好一點嗎 好我們也看到這個北約內部 現在確實出現很多問題 剛剛有特別提到說 法國總統在背後捅拜登一刀嗎 這到底內部又出現了什麼問題 委員怎麼看 對馬克宏最近的表現 的確是很出乎大家的意料 外界都覺得馬克宏最近太照鏡了 甚至有一些暴走的這種跡象 他這個不是第一次處理這種事情出包的 就在先前他就曾經有過一個很突兀的發言說 法國不排除派兵到烏克蘭參戰 當時就引起了全世界嘩然說 馬克宏過去的操作一向都是比較謹慎 比較溫和 甚至馬克宏在俄乌戰爭剛爆發的時候 他仍然主張要跟俄羅斯跟莫斯科 維持一定的對話管道 他還跑去見普丁 那麼外界當時還批評馬克宏是綏靖主義 可是馬克宏認為說你唯有如此 才能夠盡快地把戰爭結束 所以原本外界一直都覺得馬克宏 應該是一個溫和停戰派的 但是忽然之間就在這個前一段時間 你看到他的發言整個是徹底的轉變 然後做了這個暴走的 這個奇怪的發言完之後 接著你就看到說馬克宏為了要因應 他自己的政黨在歐洲議會選舉的大敗 忽然之間在倉促沒有通知黨內通知的情況之下 他就宣布解散國會要全面改選 雖然馬克宏這一次僥倖地壓制住了 這個法國極右派的這個勢力的崛起 但是馬克宏自己也沒有撈到任何好處 他接下來在法國執政更是舉步維艱 然後你現在又看到馬克宏這個時候去捅了 這個德國跟美國一刀 那這個都會讓外界覺得馬克宏最近是 到底是吃錯了什麼藥 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 奧運前把其身狂怪 那不過其實北約 它的內部本來就不是鐵板一塊 就是說當然現在的北約 我一直認為是因為 這個美國大概給了這些歐洲的國家領袖 都下了鼓或者是下了迷幻藥了 所以他們每一個人現在都毫無條件 毫無保留的跟著美國老大哥的背後走 就一點智商都沒有 就完全一群是集體失智的這個政治領導人 但是問題是儘管如此 那這些失智的政治領導人 自己還是有內心的小算盤的 就他要盤算說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對他的國家是最有利益的 能夠得到最大的好處的 所以你說美國真的能夠完全的統一領導北約 然後來整軍備戰 然後跟俄羅斯一戰 我也不這麼認為 就是說現在大家話都說得很大聲 動作做得很大 是不是有這個實力 是不是有這個意願 那真的要爭刀爭槍試一試才知道 所以其實北約自己現在當然也很擔憂 他擔憂的就是川普會當選 因為現在看起來拜登並不想要退選 如果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說實話 拜登就算退選 現在民主黨要推人要贏恐怕也不容易 就過去以詹森的例子為例說 他當時退選了 就倉促之間推出候選人要贏真的不容易 所以幾乎這個 川普如果沒有再犯太大的錯誤跟失誤的話 他距離這個進入白宮的這個距離就變得更近了 那這對北約來說是噩夢 那北約就要想說 川普一向是走這個孤立主義路線的人 那如果他將來進入了白宮 那到底北約要何去何從 所以我覺得北約現在就是陷入了一種集體忐忑不安 但是又集體失智的狀態 謝謝 先委員的補充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地人政治 內政之爭 戰略價值 強權崛起 小國生魂 現在與未來共新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正在環球發展現場 超級有關 要不能追求 超級有關 對 感谢观看